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加州4月至5月温度高于平均气候干旱 州长纽森昨天扩大了干旱紧急状态范围 宣布州内58线中的41线进入干旱紧急状态 据报导纽森今天指示 州内水资源管理当局考虑修订水库供水规定 并采取其他保护措施 纽森认为加州干旱有部分原因是全球气候变迁造成 昨天宣布紧急状态 让加州得以在缓解干旱冲击的管理规定上保持弹性 纽森表示我们正和地方官员 以及其他伙伴合作保护公共卫生 安全和环境 他还呼吁所有加州人节约用水来因应这个挑战 南卡州部分地区的加油站出现燃油短缺 当地人们在加油站外排长队加油 报导说过去几天里南卡州的油价明显上涨 此前位于德州的全美最大的 全品油管道运营商殖民管道运输公司 遭到黑客攻击 导致整个能源供应网络被迫关闭 美国东海岸的能源供应受到影响 美国辉瑞药厂与德国生物新科技公司合作研发的疫苗 目前在西方各国施打状况良好 欧盟日前宣布与辉瑞达成协议 未来两年将再采购9亿剂疫苗 另有9亿剂的选择圈 总计最高18亿剂 成为史上金额最高的药品采购合员 德国生物新科技公司与辉瑞获得欧盟大单之后 确定到手的订单至少有25亿剂 加上12亿剂的选择权总数量近40亿剂 领先竞争对手 美国莫德纳的16亿剂和英国阿斯利康的13亿剂 进一步巩固在新冠疫苗的领先地位 金球奖未来命运勘于 著名演员汤姆克鲁斯和多家片商 批评主办单位在多元性和透明度的不良记录 国家本广播公司也宣布将不转播 明年的颁奖典礼 金球奖是好莱坞年度第二大颁奖典礼 而决定奖落谁家的则是有 约90位记者组成的好莱坞外籍记者协会 但这个组织近几个月来 却保守批评指控存有种族歧视 霸凌和贪腐的情况 根据多个消息来源指出 汤姆克鲁斯把生来三座金球奖奖座 退还给好莱坞外籍记者协会 以示抗议 NBC电视网发布声明说 我们持续相信好莱坞外籍记者协会 致力于有意义的变革 然而这种规模的改变 需要时间也需要努力 因此国家广播公司将不会转播 2022年的金球奖颁奖典礼 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克山市一所学校 今天发生枪击事件 目前已造成9人死亡 约20人受伤 事发学校为克山市第175中学 共有两人发动袭击 其中一人当场被击毙 另一人被警方控制 俄罗斯总统普廷对枪击事件宣表关注 下令教育部长和卫生部长 立刻赶往克山处置枪击事件 全力救助伤者 目前克山市已经进入了反恐行动状态 市内所有教育机构都加强了安全措施 枪手作案动机仍在调查当中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状态